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现在这个形势 我怎么会怕 有我呢 我有办法 我可以通过火车 随时向上级递情报 依盼把这两头都交代好了 还是依盼想得周全 嗯 你说说 现在日本军对北平 已经形成了合围之时 坚守的第二十九军 已经明确表态 只要日军敢打过来 我们全面开火 还有一个重要情报 柳泽和柳一南 他们是日本人 真名叫柳泽晋二和小田一南 兄妹关系是假的 他们的主要目的 是要控制机车厂 我之前就怀疑过他 这次 我们要保护好厂里的工程师 我怕日本人 接下来会下毒手 都得留点神喽 我 你呢 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还在写字摊 你要有什么事情 可以过来找我 来 给你沉沉 来 来 来 哎呀 吃饭了 我来吧 collaborations 还来 你那你自己的事 碍是那样 还是得舒服 还得这么心 哎 哎 本善可说了啊 刘泽是特务 幸亏本善说了 要不然咱们 还保住他 以后啊 咱们还得接着真正当 为什么呢 咱按中监视了 你说得对 这是知真知面不知心的 放入门上的 这是怎么样 你不是不吃 不是钱太少 不是我不吃 你看 这一下好了 对我们长心店的消息 就一清二楚了 这偷偷摸摸干嘛呢 谁让你进来的 我这正工作呢 你出去 我凭什么出去 这是我家 您 那头 行 我说运篮 你可真够没良心的啊 平时给你们家 又送肉又送钱的 你不轰我 我今儿干点自个儿的工作 你轰我 行 行 你干工作行啊 你干你的 那这轰我干吗呀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 连秋到底有没有消息啊 没有 他故意判这不白忙的了吧 你瞧瞧 我跟你说啊 雨儿 别瞎打听 该你问的你问 不该你问的别问 这拿我当外人了 虽然我不是共产党 但我知道什么叫技术 什么玩意儿 技律 听不懂 其实我也没大明白 这技律吧 我这么跟你说 比方说啊 这个人 他是共产党 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可能好几天都没吃没喝了 路过自个家门口 人家 不回家里喝半口水 这叫 傻呗 有了 雨儿 你呀 这一辈子也进不不了了 回见吧 创什么大名门 孩子 这一天天的真够辛苦的 自找的 你说干吗呀 把那些粗糊子都赶跑了 那还不是为了咱们呀 让咱们住得舒服点 那咱是舒服了 你知道一个月少拿多少啊 就着情 儿子现在应该也攒些一些钱了 得空啊跟他说说 赶紧让他娶个媳妇吧 你说这个我就得埋怨你 怎么想的 你说先前那个大话 就说带个孩子 但那人 那还是挺不错的 你少给我提那个丧门星 现在说也有用嘛 这还真难得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们还念叨我呢 顺子呢 啊 她的屋里歇着呢 你瞧她拍头嘞 她怎么来了呀 你也不是说把她轰出去 要轰我你去轰 走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 您现在都嫁人了 来看我不合适吧 顺子 咱能别这么说话吗 得 您还知道叫我顺子 我都不知道叫您什么好了 我是该叫您大花啊 还是叫柳夫人 你还摆着咱们的照片呢 我说你我们被 buys了 我怎么会儿梅宁的呢 Ну 你还知道说我 我承论咱们的帮子 把我承论啊 就可以了 没有两项 那是想法啊 有两项 我都不论了 要把我们的饭 这么多年您都干嘛去了呀 回婆家了 在奉天 那怎么又嫁给柳泽了呢 没您这么干事的 您不能在我身边这几个男人之间 来回地打我脸哪 可您知道 你有多难哪 这一切说来话长 但我能告诉你 小柳是柳泽的亲儿子 是 坐下吃点吧 不想吃 人家在外面又没打扰你 不也是为了保护你吗 他俩带在外头 跟俩石狮子似的 这饭我怎么吃 石狮子 饿不饿 饿不饿 饿不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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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我去弄两碗卤酒去 你吃个屁啊吃 你没听见里面说吗 俩石狮子 你见过石狮子吃饭吗 还卤酒呢你这 你这 还长得个卤酒呢 不不不不不不不 忍着吧 忍着吧 我跟你说 情况那张 乳酒还真不错 你一天见天的 你就想着吃了 你这这 饿了不吃啊 饿了不吃 饿了不吃 行了 给我进去吃饭 师傅 不吃啊 你就走 都走 不是 师傅 我刚才看我师娘做饭了 就我师娘做点饭 别说我们俩了 还不够我一人四家饭 那你就先把你牙缝塞了 我再让你师娘做 那总不能 不吃东西饿着吧 要不咱吃点吧 兄弟 你去吧 那你跟我进屋 你去吧 走 走 走吧 日本特伙 你给日本人当了特伙了 没办法 这怎么可能没办法呢 他们把刺刀架在小柳的脖子上 我什么都得震 我给你拿俩签 你跑 跑了远远的 小柳在他们手上 我敢跑吗 这方方的八蛋啊 我现在是调识你肯理了 只会越陷越深 没办法了 可是你不一样 我来就是要警告你 离日本人远点 这你放心 我就是做买卖 我跟谁都挨不上 你不找人家 人家会来找你 你那个账房夺宝 就是柳泽派来的 是啊 他们都是日本人 今天晚上 朵宝会去干掉民工 他可是你的账房 若是他出事了 你也脱不了干系 他这算计到我头上来了 要是别人问起来 你就说我今天来找你 是来拉拢你给日本人做事的 别的 我可什么都没说 大花 谢谢了 不喝了 别脏了杯子 不喝了 柳先生 万掌柜不在 万掌柜出去了 这么不巧啊 没事 您来了也好 正好啊 给您看看这个月子账单 哦 帮你坐 哎 准备好了没有 放心吧 没问题 不要用想动静太大 万一是说的话 这药令是万城市长您干的 明白 好 茶不喝了 这账做得漂亮啊 回头我等着分成 好嘞 那我送送您 不用了 忙你的吧 好嘞 您慢走 肯定是要想动静太大了 这样手又可静太大了 嗯 是并不舒服 梦般小孩 我吃完了 喝口粥 不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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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我也不刷了 我带我师父那儿去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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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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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吗 吃了 怎么了 快去救命工 日本人要动手了 这吃饱饱怎么还不来 他今天不砍咱们家老太太呢 晚点过来 你又怎么了 就是我儿子过生日 你怎么不早说啊 你先回家看咱家儿子去 他本身没来 我不能走啊 这儿有我盯了 你怕什么呀 那我可真走了啊 走吧 撤了啊 赶紧的 哪有多废话啊 差点了 滚 好吧 см 再ète 小兔子 看够了吗 小兔子 死我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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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你们中国人有句蛊话 偷鸡不成反十把米啊 多宝它怎么样了 听说伤得很重 用你们中国人的一句话 我挺欣赏的 不成功便承认 你把它 为大日本帝国效忠了 去吧 去吧 你开嘴啦 去吧 好 好 怎么样了 顺子 你告诉我 你怎么知道日本人要杀我师母 我不当手 猴子死了 你不在乎 我要是说了 我也得死 你不在乎 刘泽是日本人 我也是刚知道 我之前被他骗了 这都不用想 肯定是他没人干的 我那个账房多宝 你上次见过 他就是柳泽 安插在我身边的人 他人呢 死了 我去收的事 警察局通知我 他身上被捅了十二头 你干的 是 不是 那就肯定是咱们杀人灭口啊 顺子 你可千万别当罕奸 我当罕奸 我拼了命了去告诉你 沙敏宫的是什么人 表面上呀 是顺子他们那儿的伙计 其实是个日本特务 顺子也参加日本人的活动了 那他不成汉奸了 这事是他告诉我的 那顺子可真不简单 你盼怎么样了 一切都还好 就是便一钉得紧了点 希望他平安吧 你怎么样 一切也都还好 刘洞 马厂长 快 您请坐 好 自己人 一蓝 快 给这个马厂长倒杯茶 好 好 怎么了 有个事情 我得向你讨教讨教 您还讨教 有什么事您赞付 我可听说了 日本人突破了长城防线 并且接连占领了咱们的秦皇道 昌礼 昌平 秘云 济县 唐山和唐谷 并且强迫咱们的政府 签订了唐谷协议 我也听说了 那怎么办 咱们蒋公抗战不利呀 这日本人也太厉害了 你人卖广 你有没有听到别的消息 我听说呀 我听说姬鸿昌要来丰台 和二十九军的主战派 谈抗战的时候 但具体怎么着 咱还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 丰台肯定是中风之珠 如果日本人 把丰台火车站给占了 拿北平到这儿的路 就全堵死 那他们能守得住吗 这事谁也说不准哪 长头 还有个事情 万一有一天 日本人占领了常心店 该怎么办哪 咱是谁 咱就是小老百姓 辟子兵来了 咱给辟子兵干 大总统来了 咱给大总统干 蒋伟员长来了 咱给蒋伟员长干 还是那句话 以不变应万变 要是哪一天 日本人来着呢 那 那您说呢 所以呀 对 咱们都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长头 你人脉广 你得想办法帮帮我呀 我怎么帮你 我又不认日本人 马副厂长 喝茶 一南 你哥哥是在日本留过学是吧 对 那保不齐认识俩日本人 你这么着 让他出个功夫 请咱们马副厂长喝个茶 你好好聊聊 柳泽 好事 我还没下手 他们倒要自己送上门来了 邓长曾跟我说 前几年马副为了保命 把厂里的股份 跟客栈都给县长了 换句话说 他已经是个穷光蛋了 那我正好可以趁虚而入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我们不仅要拉拢马副邓长龙 还要多交一些 警察局长 县长 这样更用的人 我去找邓长龙 他跟这些人比较熟 记住 不要暴露身份 就跟他们吃吃饭喝喝茶 当然他们有别的需要 也要满足 还有 走 叫上乔大花和你一块儿去 好 就就就就就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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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出来了 我告诉你 我和大花只是红颜知己 那你们看见没 这些大花刚才进来 直接就坐你旁边了 都不挨着我坐着 我跟你说 关晓啊 我命令你 马上请大花一杯 好好好 我们不要单静了好不好 我们一块儿喝一个 一块儿喝一个 一块儿走一个 走一个 好 下面我来谈一下具体的执行 动力部分 还是由康本善负责 立功负责传动部分 工作我就分配完了 大家各司其职 有困难来找我 不可以擅自改动图纸 明白吗 明白 图纸全部放在我的办公室 以免发生上次揪图纸的事件 不好意思 迷惑 我的还没有分配 你我说过很多次了 你的工作 厂长亲自分配 与我无关 刘工 刘工 我一直觉得你是个人才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你不论大家的喜欢 我能感觉到你的处境 但如果这还这么下去 不如另模高就 你不论你 你如果在场上 你会进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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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先下手为强 柳泽军 我不得不提醒你 如果你要明着跟康本善斗 那你就上当了 我要尽快除掉他 太难了 工厂全都是他的死党跟兄弟 我觉得还是应该杀了 那个敏工一举了得 只要敏工一死 所有的工作都会停下来 为我们日后占领机车厂 赢得时间 其二 敏工死了 康本善自乱阵脚 到时候就没有心思跟你斗了 我担心会影响 山本号大佐的下一个计划 他从日本本土扎募的技术人员 占领长青店后 分到机车厂的技术管理人员 不会低于二百人 只要我们做得干净 这边一乱 他们就能混損摸鱼 隐蔽地抵达潮青店 时间太紧迫了 我必须控制整个设计师 还好那个马会长伸出了橄榄枝 再有乔大花去找李关锡 好让他帮忙 去除掉那个皮尔 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说吧 想要什么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少跟我来这套 你那点小儿科 我还看不出来吗 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吗 有吗 你这么说 都让我不好意思了 我李某人也是在风月场上 走过几遭的人 我明白 什么债都能欠 女人的债可不能欠啊 那我就直说了 局长 你帮我把机车厂的洋厂长 赶走 诚心店没我办不到的事 可是我必须知道是为什么呀 为了我欣赏 你想让他当成长 他就是个工程师 哪能当什么成长 这我就不明白你 什么意思啊 我先生他仍老实 虽然有一身本领 但没有用武之地 那设计师的总工 老针对他 可他又是厂长的人 我们拿他也没办法 我明白了 你就是想让那个 洋人常常滚蛋 然后你先生做这个 技术师的总工 是 你说吧 这事还得我这个女人 出面帮他 局长 你就当帮帮我吧 行 可是那个 杨厂长滚蛋了之后 那谁来当这个厂长呢 这是 不如问问邓长彤 邓长彤 好吧 马厂长 您喝茶 我妹妹跟我说了 本来我应该去看您的 可没想到您今天 不请自道 刘工 我是应该早来看看你的 您百忙之中还惦记着我 我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是个大闲人 一点都不忙 怎么会呢 您可是副厂长啊 我这个副厂长 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 逛口司令了 没有人听我招呼 我自己觉得 活得很窩囊 那个洋鬼子厂长皮尔 控制了所有的车件 包括你们的设计室 你说说看 我还有什么事情做 马厂长啊 您这日子真不好过 我现在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叫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 马厂长 我知道您来找我的目的 你给我纸条名单 你给我纸条名单 打开看看 嗯 若公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您缺钱 可俗话说得好 无功不受禄 您还是把你的意思调明了吧 进来 你说 居长 行呆长 需要您的解释 为什么要让我来警察局 为什么还要派警长带着警察 到机车厂去带我来 先别激动 请坐 请坐 要不要喝点水 我们是按照正常的办案程序 请你过来询问一些问题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办案程序 我怎么感觉到我是罪犯 你是嫌疑人 我不明白 你 你在说什么 你也不明白 机车厂死了一个工人这事 你知道吧 我知道 他是因为保护闽工而死的 好 我们一直在调查 这个幕后凶手究竟是谁呢 很好 但是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一直在调查呀 想知道闽工得罪最深的人 人是谁 是你 咱们俩现在是一秋之鹤 您应该也听说了 闽工是设计师的老大 他最不喜欢的人是我 我整天在设计师是无所事事啊 用您的话说是姥姥不疼 舅舅不安 同事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可我不想这么混下去了 既然老大不喜欢我 那我只好自个儿当老大 你没想到你了 你会在哪里 我看你了 你我看他 你就是个人 我看你了 我跟你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